下面佛说 这九种姻缘都是人 命不该绝 但是就死了 聪明的人应该了解 哪些是该避的就一定要避开 如果能够避开 就会有两种福报 一种福报就是能够长寿 因为你不死于非命 第二种呢 由于你能够长寿 你就有机会文道 文道就是听经文法 听经文法以后 你就能够修行 你修行的时间就能够长久 就有可能修行正果 所以爱惜自己的生命 保护自己的生命 这是非常重要 佛继续讲 佛言 有四饭 一 为子饭 二 为三百毛灼饭 三 为皮革虫 生出饭 四 为灾饭 饭食呢 有四种 下面我们看第一 子饭 为人 贪味食肉食 便自教纪念 食肉 结我前世时 父母 兄弟 其子 亲属 一从事 不得驼生死 以得事意 便只贪 是为子饭 吃饭 吃饭的时候啊 不吃素的人 经常有肉食 吃饭的时候 怎么想呢 想这些种种的肉 他们 原来啊 都是我的父母 兄弟 妻子 亲属 就是说 吃六亲眷属 这是一定的 毫无疑问 轮回呢 无量无边 我们和所有的众生 都曾经是六亲眷属 不管你吃什么肉 你都是吃六亲眷属的肉 我们就是因为 吃肉 所以呢 因果相连呢 不能脱离生死啊 因为你吃他的肉以后 他就吃你的肉 没完没了 而且被吃的这些肉呢 他们过去大概也吃肉 所以呢 是互相吞淡 所以佛制定呢 修菩萨道 不可以吃肉 不得食一切种生肉 中国的修行人很了不起 因为大部分的修行人 受三规以后不久 就不吃肉了 这在其他的国家 是很难做到的 中国在这一点 做得非常好 台湾做得更好 因为台湾的素食 为什么全世界第一 就是因为台湾吃素的人众多 到了台湾啊 我听说 过去 那时候比较清静 如果有僧人 胆敢偷偷摸摸的到饭店里面去吃肉 让别的居士看到了 可以告警察 这个僧人被抓起来 现在呢 有些人 前脚一放生 后脚呢 就带着这些放生的人去吃肉 所以引起了台湾很多人的反感 因为这样的做法呢 不符合原来修行的良好传统啊 如果能够这样想 我所吃的肉 不管是什么肉 都是六亲眷属的肉 如果真的这样去做意 就可以止贪 你就不会再吃 最多呢 就是吃一点肉鞭菜 真正做了以后 肉鞭菜也不想吃 父母兄弟姊妹的肉放在那里 一锅煮下去的菜 谁能吃下去啊 是因为我们平常的人 根本就不这样去观察 所以才能吃下去 如果有人知道这个肉是父母的肉 是兄弟的肉 是老婆孩子的肉 哪一个能吃下去啊 肉鞭菜你也吃不下去啊 这是第一种 叫做子饭 第二 三百毛 酌饭者 为饭随未念 复念其央无有数 能不念味便得托 有毛酌人为亡身 以生念复念 由若干受苦 为三百毛酌饭 我们一般人吃饭的时候 之所以能够吃得下去 贪着那个食物的味道 所以人尽量的要做到色香味美 然后吃得下去 但是如果你吃饭的时候 你心里边作意 说这个饭吃下去 有无量无边的祸害 然后你不贪这个食饭的味道 味同绝辣 是不得以维持生命 不得不吃 然后你就可以止贪 这样吃饭最后一定能够解脱 人生在世 苦多乐少 甚至呢 唯苦无乐 我们在这个世间生活呢 恰恰都是在两座地狱之间 苟延缠船 从地狱里边出来 不久就又掉到地狱里面去 因为地狱的时间呢 非常的长 而在两座地狱中间的 这段时间呢 并不很长 所以呢 长处地狱啊 地狱里边有种种的狱卒 拿着枪 刺你 何止是三百毛 要这样去想的话 那个饭怎么样吃得下去 怎么去贪恋呢 所以真正的修行人 吃饭的时候 要十存五官 这些饭食 都是十方的供养 这指出家人 都有供养者的心情劳动 如果不能很好的修行 就像偷盗一样 对不起师方的供养 所以呢 出家人吃饭的时候 也有种种的观想 这样的话呢 十四级 吃饭也是一堂佛事 如果不好好的修行 对不起这一餐饭 第三 皮革重生出饭者 为人念味 以一切万物 有家中事 便穿人意 一座万端 为出去 是为皮革重生饭 我们人在吃饭的时候 贪图这个范围 而且一边吃饭 一边脑子里 想很多很多的事情 思绪万端 家里有什么事 吃饭也吃不好 一直想 不能够随自己的意 很多忧愁的事情 在心头 所以呢 坐意万端 吃这个饭呢 好像在皮上 生出了好多的虫 吃得难过 如果这样想的话 你也不会贪图这个范围 第四 灾饭者 为一生死刑 皆为灾饭 如火烧万物 人所行 皆当来脑身 聚火分万物故 沿灾 我们人吃饭呢 仅仅是为了这一期的生死 这一生的寿命 上一世不知道 下一世也不知道 就为了这一期的生命 但是这一期的寿命 很快就过去 在这一期生命当中 受苦 受罪 遭灾 遭难 就像用大火 烧万物 人的一切作为 都不能跳出三界火宅 六道轮回 将来呢 一定还是这样 要继续受苦 所以呢 吃饭呢 就像吃灾难一样 如果能够这样想 也不会再贪图 犯事 佛为什么这样讲呢 讲这些好像不合常理呀 只因为我们的人呢 贪吃 有很多不应该死的人 提前死了 就是因为贪吃 所以佛教我们 这样去方便观察 断除自己的贪恋 我们再看佛怎么讲 所以言犯者为人 所可意念人 故言犯也 人施肉 譬如施其子 诸畜生皆为我做 父母兄弟 妻子不可恕 亦有六因缘不得施肉 一者莫自杀 二者莫交杀 三者莫与杀童心 四者见杀 五者闻杀 六者一味我故杀 无事六亿得食肉 不食者有六亿 人能不食肉者 得不经不服 下面佛说 为什么要吃饭 所谓人要吃饭 就是人贪图饭味 饭能够给人一些满足 所以就要吃饭 饭也叫食 所以在佛法里边 还讲到有四食 好比说 断食也叫团食 然后呢 还有一丝食 食食等 并不是广靠饮食滋养 人的寿命还需要其他的因素 那些也叫食 如果人吃饭的时候 知道这些肉食啊 吃肉的话 就像吃自己的小孩子 一切被吃的动物 他们的这些肉 他们这些动物 都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 兄弟 妻子 不知道做过了多少次 还不是一次 所以呢 佛说 有六种因缘呢 不可以吃肉 这是 佛在以前讲的 到最后佛讲 能切经的时候 告诉我们 一切肉都不可以吃 那以前讲的呢 第一种 不是自己杀的动物 第二种呢 不是 你 教别人为你杀的动物 不是你教他人来杀的动物 第三呢 你和杀动物呢 没有产生欢喜 你不随喜 你不和杀动物的那些人呢 是一种性 第四呢 是不见杀 第五呢 是不闻杀 第六呢 没有怀疑 是我 这个动物死呢 是因为我 不是为己杀的 如果 确实如此 那么 当时佛说呀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这个肉可以吃 但是后来变了 所以现在人们说 佛允许吃三净肉 那是没有全面的看佛经啊 佛后来说 什么肉都不可以吃 如果你不修行 那就不说了 如果你修行大圣的菩萨道 一切众生肉都不可以吃 如果人不吃肉 就不会有恐怖啊 如果吃肉 经典里边说 断大慈悲众子 这个人不能成佛 哪有佛菩萨吃众生肉的呢 佛菩萨的 意愿都是为了救度众生 救度众生的人 怎么可以吃众生肉呢 何况这些众生都曾是我们六亲眷属 所以不可以把佛说的一些方便法 认为是究竟法 应该常生残愿 如果现在还没有断肉的人 如果现在还没有断肉的人要发个愿 再过多长时间一定断掉 不要再一起 再一直 耽搁 以后吧 以后吧 再过几年吧 这样推下去 没完没了的 我们再看经文 佛言 十多有五罪 一者多睡眠 二者多病 三者多因 四者不能 封诵经 五者多酌事件 何以故 人贪因 人之色味 尘惠之 恨之味 吃人之饭使味 绿经说 人贪味 味父味得胜 不得美味 佛说 吃的多了有五种罪过 这五种是罪过 不是说一点小小的缺点 它是罪过 哪五种呢 第一 多睡眠 可见睡眠多了是罪过 五盖之一 为什么呢 因为你睡着了 什么也不知道 这是愚痴 佛不睡觉 永远清醒 佛睡觉是一个视线 是身体太累了 歇会 佛不睡觉 第二 多病 吃多了以后 就会造成种种的疾病 刚才我们都讲很多 第三呢 多阴 吃多了身强体壮呢 阴雨就大增 结果呢 有损身心健康 第四 第四 吃的 吃的 吃的越多就越贪脸事件 因为放不下 要买菜 要买菜 要买好吃的 做好吃的 生活呢 就受了很大的牵累 越吃 越吃越想吃 越吃越爱吃 贪心 永远也放不下 所以呢 修行人 要 知量 知足 下面 佛讲 如果是人 贪图淫欲 这样的人呢 对于 色味呢 就了解 贪图淫欲的人 就讲究 色相未明 称慧的人呢 知道 横志位 就是宰杀畜生 把他们放倒 然后经过种种的棚条 放到餐桌上来 他贪图这个 看着过眼呢 称慧的人就爱吃肉 吃人呢 知犯死味 修行的人呢 不贪图犯味 愚痴的人呢 他脑子里边就想的 怎么能够满足自己的嘴巴 有一部经典 叫绿经 当中说啊 人贪味 味父 味得生 不得美味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人贪图味道 想让味道越来越好 那么就添加各种各样的味道 最后呢 你 得不到美味 这话怎么讲呢 你想想 你放的那些种种的佐料 用的种种棚条手段 怎么样能够掩盖 他那个臭味 然后放了很多很强烈的其他的味道 你能够吃到什么真正的美味呢 吃素的人 那个素食啊 吃起来以后非常香美 也没有感觉到不好 这是 因为我们的感官 你越刺激他 他的感觉能力越下降 你不刺激他 他很丰富的 他很强 所以随便吃一点什么东西 都很香啊 我平时给人说 我说我喝凉水 我喝到的是甜的 有一些修行人跟我有同感 但是大部分人没有这种感觉 吃什么都香 随便吃什么 除了臭豆腐 榴莲 这些东西我碰都不碰 其他的都 蔬菜水果都没有问题 好 下面我们来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文 下记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惜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果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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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na sab 阿弥陀佛 että chuy